中共党内两大体系发通知知识分子面临洗脑教育,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于本周发文要求,各地知识分子增强对新时代爱国奋斗精神,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还要激发广大知识分子的奋斗激情,引导其扎根人民,奉献国家舆论认为, 当局最担心知识分子的批评性言论,此举无疑是给文化人洗脑7月31日中共两大部门组织部宣传部印发一份针对知识分子的通知,据新华社报道,中组部和中宣部的通知,要求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做出部署 把各方面优秀知识分子极具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形成不懈奋斗,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并且要把学习这份通知形成知识界里一种热潮 次日该通知被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社等重要官媒转发就在同一天,山东退休教授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电话访问,当讲到国内经济问题时,被八名公安从家里强行带走直播访问中断,曾在某省宣传部门任职的王先生本周四,二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高层现在加强对知识分子洗脑所谓的通知我以为第一,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难驾驭的农民,军队包括复原转业的军人都驾驭了,但是知识分子很难驾驭何况现在知识界,科技界思想非常混乱 另外我以为知识分子科技界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红利最少的一个群体说,要让他们爱国奋斗爱国,就是弘扬他们所谓的主旋律 奋斗就是要过紧日子中国共产党,向来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 王先生说今年是六十年一次的务虚,年非比寻常,今年是务虚年一百二十年前的务虚六十年前的务虚和今年的务虚都会有大事发生 静观其变把现在中产阶级最难熬,据王以他们现在还想出什么钱学森 李四光之刘海请出那些所谓的大师们从美国杀回来,放弃优厚待遇回国报校 报校谁要搞清楚,一千八百九十八务虚年康有为,梁启超大力推动光绪皇帝,进行务虚卫期 一百二十年前中国一批有志青年,试图将中国打造成一个强国,但最终务虚维新失败六十年前的一九五八年,也是务虚年这一年中国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 欧洲各国建立经济共同市场,中国却进入了玉米亩过万斤的浮夸年代 当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中国经济泥足深陷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杜光对本台,表示这份通知明显,是针对全国的知识分子 现在提倡爱国奋斗精神,好像想不起,有什么特殊的指定的含义不见有特点的目的 有特定的要求知识分子,应该爱国,应该奋斗 但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爱国,的袭杉来以后管理控制已经很严了 现在究竟是怎么样要进一步加强管控,就很难说了近几个月 大陆知识界不断讨论中国的经济实力,由年初普遍认为中国综合实力 可以超越美国到现在越来越多学者公开提出 中国的经济实力只是虚有其表,更有人质疑习近平的治国方针 字幕参加 石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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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